加油!加油! 柯文哲喊六年打駝鱼一条龙 其他候选人政策比一比 紧张紧张刺激刺激 这里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不到半年时间 各党参选人都已就位 准备角逐市长宝座 更纷纷听出牛肉吸引选民支持 但是到底谁的牛肉好吃 苹果针对右托部分 显示北市现行政策 并列出其他参选人政策 抢先帮大家比较比较 目前北市拖油现况 公优收费每月平均近5000元 私优每月平均13000多元 非盈利幼儿园每月收费则约8000元 相较之下公优非常成熟 便是名额有限 且公优收拖时间只开放到下午4点 寒暑假又不收拖 服务全面性比不上私优 对此国民党参选人丁首周提出 一笑意公托 盘点闲置教室 让有阵兆的流浪教师 非盈利团体民间又托业者 经营幼儿园 离招工又收费 最酷的是也可作为日间托劳中心 让爷爷奶奶带着孙儿女 一起上学 减轻民众托劳育幼负担 民进党参选人姚文志则主张 第二胎国家养 补助生第二胎的家庭 每个月1万元 从出生补助到5岁 总共可以领到72万元 不过咱们柯皮的两位候选人提出的牛肉 好像有点傻眼猫咪白眼 我们的社会局长跟教育局长 要不要上来打枪吗 可以做的 我早就做的 第二胎国家养你怎么看 北市府幕僚说 就现实面来看 达成一笑意公托并不容易 又让学校挪出空间 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沟通 修整环境招聘师资等营运成本 需要增加不少预算 更批姚文志的补助政策 对于改善公托问题 进发变诊下药 讲完别人 接着轮到自我照镜子时间咯 先前科皮推 把闲智的国小校舍 变成0到2岁的托婴 2岁的学龄前专班 3到5岁的幼儿园 一路托遇到小学 看出6年内 让北市139所公立国小 瘦瘦有幼托 在这之前 北市府积极推动 非盈利幼儿园价格虽比公托稍高 但低于私托 增加托育空间的选项 另外第二胎 每月补助1万元 降低幼儿读私立幼儿园的费用负担 不过民众批评 公幼公托都很难进去 孩子5岁以前 父母只能自救 或是依靠祖父母亲友的后援 而撒钱式的补助 对家长们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尿布一包3、4百 奶粉一关5、6百 更别提每个月 至少2万元的保姆费了 又得提心吊胆 甚怕小孩在私幼 受到不加烈的对待 对此北市教育局回应 目前震撼社会局一同努力盘点 寻找渔运空间据点 美金学校都要去现场看过 今年将增加28校 提供0到12岁服务 明后年再增加10校 台湾家长教育联盟理事长谢国欽 则认为 丁手中的一校一公托 使该做到 但可能要多盖非盈利幼儿园 去填补寒暑假空档 至于姚文志的第二胎国家养 开的支票太大了一些 孩子不只养还要教 保姆品质或是超不到公佑 只能读私幼 还有私幼教师 教保员薪资偏低 素质不一的状况 未来政府也应该应并解决